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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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球技煮》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西兰花炒牛肉 材料包括西兰花 牛肉 蒜头 一小块姜 白色葱段 首先处理牛肉 要腌制给花时间 首先把牛肉的筋膜切掉 否则吃起来会比较硬 把筋膜丟掉 看到牛肉的纹路 是向这个方向 要打横切断 吃起来就不太硬 不要切太薄 否则就没有咬口 大概2-3mm 口就可以了 用梳打水浸泡一下 令肉质更加鬆軟 放在一旁 处理其他材料 先把西兰花 把西兰花剪開 令它更小 像这些这样大 再把它一开二 切成薄片 把薑切成薄片 还要把薑切成薄片 用水浸泡一下 除了干净一些 炒起来会更爽脆 把薑切成薄片 把薑切成薄片 切成薄片 蒜頭切碎 大約切到3-4cm 準備好芡汁, 操作起來比較方便 1茶匙糖 少許鹽 半茶匙雞粉 少許胡椒粉 1茶匙蠔油 1茶匙生粉 1茶匙紹酒 3茶匙水 1茶匙麻油 攪拌均勻 放一邊備用 這時候可以將牛肉晾乾水 把水分壓乾 開始進行調味 大約150克牛肉 半茶匙糖 少許胡椒粉 1茶匙生抽 1茶匙美極醬油 1茶匙醬油 用少許老抽調色 讓它更深色 看起來更好看 1茶匙麻油 2茶匙生粉 拌勻 拌勻 牛肉 牛肉 很濕 牛肉很濕 已經足夠了 不用硬 加太多水 加一湯匙油 拌勻 我建議醃製 最少15分鐘以上 才用 效果會比較好 我們將西蘭花 倒入凝乾水 我們煮適量水 加入2茶匙糖 1茶匙鹽 2湯匙油 水滾之後 加入西蘭花煮2分鐘 把西蘭花煮乾淨 然後把西蘭花煮乾淨 把西蘭花煮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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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燒熱 如果用熱潔鑊 就不用燒熱 因為熱潔鑊 就很容易玩軟 要用熱潔鑊 要用熱潔鑊 如果燒熱不夠熱的話 煎牛肉很容易會黏底 煎牛肉 煎牛肉 燒好 燒熱後 關火 加入2湯匙油 追搖均勻 加入牛肉 開中小火 煎1分鐘 煎1分鐘後 關火拿起 進入 炒香 煎1分鐘 加入1湯匙 炒香 一起煎1分鐘 去開小火 把蒜頭 薑片和蔥 炒香 炒香之後 加入西蘭花 牛肉 翻炒均勻 現在準備好的醬汁 翻炒均勻就可以上碟 把西蘭花圍邊 把牛肉放在中間 把牛肉放在中間 看起來會好看 牛肉放在中間 今天的西蘭花炒牛肉就完成了 希望你會喜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訂閱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